孕妇呢 它是一个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状态 如果患有了这个慢性化妆胸中尔炎 那么它的治疗呢 是肯定不能影响到它这个孕妇的正常的安全 那么如何避免它的这个治疗啊 或者预防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呢 我们一般建议啊 一般是尽量局部使用一些药物的治疗 而不全身使用 第二呢 就是如果实在需要这些全身性药物 一般选用的是相对对这个孕妇 以及这个胎儿呢 相对安全的一类 一般首选的是一些青梅树类啊 或者头包类的抗生素 另外治疗上尽可能以通畅耳部的引流 及时的清理 避免这个耳道的阻塞 同时使用一些敏感的抗生素滴耳剂 酌情 谨慎使用一些全身性的口服的抗生素 以青梅树类和头包类为主